各位朋友平安 欢迎收看每日亮光 生命是一场马拉松比赛 许多生命的功课无法一蹴可及 而是一点一滴慢慢的累积 生命考验的不只是在 经历丰富光彩得着荣耀 生命功课的考验更是在受苦委屈时 坚忍持守在上帝的带领中 因为生命的一切 不是在自己的计划和掌握之中 而是生命的过程将主权交给上帝 坚定相信祂是一位陪伴 护卫着我们 也为我们变屈的主 如同今天的圣经 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二十二节前半段 你的主耶和华 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上帝 有个故事说 有只骄傲的兔子 常常嘲笑乌龟 总是慢吞吞的 有一天兔子挑战乌龟 要看看谁跑得快 乌龟知道自己在陆地上 的确走得很缓慢 但是他认为创造他的上帝 一定会让他在必要的时刻 展现他的特质 成为他的优势 因此就答应要跟兔子赛跑 就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中 兔子乌龟的比赛开始 果然兔子一个剑步 就将乌龟远远地抛在后头 一阵子后兔子累了 在树下休息 微风徐徐地吹着 让兔子舒服地睡着了 在后头的乌龟 认分地发挥上帝给他的特质 就是毅力和耐性 一步一脚硬地 往目标一直前进 赢得比赛 上帝透过这场比赛 让兔子不再嘲笑乌龟 反而激励兔子 谦卑学习乌龟的毅力与耐性 亲爱的朋友 乌龟不需要与兔子强辩或争吵 乌龟也不需要做什么 来证明自己不像别人所说的 因为他就是上帝精心所造的 上帝会在适当的时机 用各样方式来替你辩屈 朋友 上帝爱你 他最了解你的优点和特质 他会在适当的时机 透过你的优点和特质 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 因为他是为你辩屈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